第七场赛事 继续回到第七场赛事 去过重发的马 有七号 目击战士 四号马退出过 那只梦幻战士 那里退出后休息了七天才复货 另外就是九号马 这只伟达也是停过来的 你数一下今次伟达的那些马 这只阳明冠着 跳完第一货之后 那里停了五六天 四班千四 三只大帽子的状态有六匹 二初大眼罩 六就除了防沙眼罩 扎利就照舊 好 无心碎面 那这些就有得跑就跑 千四也好 千六也好 千六也能赢 但是这马真的要流放做得很好 你想想前一次未赢之前 莫雷拉那些流放就好像差点 接着就主要的对手海运之星 近镜那只 里面是钻色明铒 我觉得这海运之星都挺厉害的 他有点像那只超级勇士 即是很早交道 这货家长眼罩 都没有特别很抢口 星期一口完个眼罩 星期四拍再二套眼罩 都有这些 好了 看真妙星 外面那只 我记得那只 还有一只 这只天衣无缝 我一般的 要时间 梦幻战士 始终都是粗身大马 操练曾经有些左侧过 也是很近期的事 六月中的时候 所以我想怎么也有些影响 一千一百一十磅 这些梦幻战士 现在 好了 海船进期 上次跑完之后 有些脚有些东西 但他没有东西 头了三天就复货 但他这次是隔来了 照拍照做 他不是很差的 但是超班复星那些朋友 那样常常是难赢 是的 中华之光 今年也见过他比较漂亮 季中打后 也有一段短时间 见到他挺好 也从泥地近过 但交不回以前那么好的水准 所以还是跌了心水 应该减分 我也害怕了 真的见他操过那么好 一千席路集 潘明辉那些 好了 这只阵了 无极战士 所以从快一大轮 让他休息 慢慢再做回 这集就 只是中规中矩 都下跪的了 但是这只单跳的 心中有利 上次转疮也能入到冷脚 都是何言的马 所以这次何言那堆马 都好像挺好 跳下去又放松修炼的 神速 好 阳明冠着 我觉得他停过那里 第一课跳完停了五天 但他慢慢开始放松得到一点 他是逐步逐步好紧的 然后轮到老马的天意 六岁 库里巴斯跳开的 他也算是这样 因为季初冲锋陷阵了一轮 季初休息一下 来到季后再打踏跑 他也挺得住的 出脚也挺足够弹力的 其实他真是漂亮的 你说难赢 赤寸也没办法了 上袍福满 你手本来地都是差不多了 何况现在跑到沙田草地千四 都好像 他已经将焦点去泥地了 这只就在焦点泥地回来草地 他也入习的 这些熊龙都算他很棒 这次也是由波剑士转莫雷拉 神操跳过僵口都比较好了 以前都是比较麻烦的 这只都是 其实这只马亦是很有质素的 应该加起王 但是一顶得他行 前后脚肯是觉得不太协调 这个是差火候时间的 再来就是金刚石 上个礼拜才跑完 我觉得表现有点失望 上个礼拜 莫雷拉跑上个礼拜 这只有没有戴过呼吸机 以前那些东西 好 来到第七场 四班千四米 也是一堆很多跑得很密的马 21、22就会成为热门 但是我想一号马那只无心碎棉 其实你看上次莫雷拉 莫雷拉好像赢得很轻松 但是纯粹是因为走位 配合到这只马 加上步速 快一点 让它可以留得顺 跑千四用何敏连 我觉得信心会打折扣 这些马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你不要以为莫雷拉 赢得那么容易 每个都跑得翻 后面那堆马 我想半南门 都是那些加起王 熊龙 可能会冲得近 但是它们是一些不是很可靠的马 时好时坏的 所以有些分头才很冷这些马 我首选 罗库传几个都好 其实这次 海运之星 怎么计算都应该好 因为那些马 如果你看他常常输 那是真的输的 但是是否输得 跟实力有关 我完全不觉得是 可能本身就是年轻 他转弯又懒 然后就有些退 他又没有怎么逼 然后被人推出去 直路上 当然是那里滋滋滋滋滋滋滋 完全不是输实力 他根本就 现在就戳掉了眼罩 冷性重 让他可以主动一些 集中一些 我觉得是赢面高 其他立场再看 第七场刚刚都说完了